美国小咖演员世姆 武士刀削飞头颅 31岁美国名不见经传的 小咖演员迈克布里 星期二在纽约自家 将55岁的母亲砍头 凶器是警方捧着的武士刀 当时布里在家忽然发狂 一手拿武士刀 一手拿圣经 只问母亲为何不接受耶稣 妈妈吓跑 他追着妈妈要他忏悔 救命 救命啊 邻居听到呼救声报警 警员听到屋里呻吟声 没人应门 破门后看到满屋血迹 女死者呈贵姿 伸手异触 浑身是伤 布里坐在卧室里 还拿着刀一度拒捕 将持约40分钟后 警员用电极枪制服他 布里曾在影集《丑女背地》 和电影《武力全开3D》中 演过小角色 他目前已因谋杀等罪名遭歹 将宋网精神鉴定 东新闻综合报道